花莲施工所获得112年财政及主计预算收支 击合第一名县政府特别颁发60万元奖励金 市长魏家燕表示施工所财政拮据 仰赖各科士同仁共同努力开源节流 用最少的金费推动最多最有效的政策和活动 而未来施工所会继续努力打造美好的花莲市 花莲施工所每年在全县预算及财政收支考核都名列前茅 112年度施工所展现了财政管理能力荣获全县第一名 并获得县政府合发60万元奖励金 这个也不完全是财主单位的工作的成效 其实是我们所有施工所大家都努力成果 那因为大家要尊杰开支 还有另外就是要开源 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名 非常困难的 真的非常困难 市长魏家彦感谢市政团队的努力和付出 以稳健财政管理确保市民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服务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在我们财政评比上 我们得到了全县的第一 那我想整个工所的团队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预算上 那我们都尊杰开支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 那一笔一笔的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那我们更感谢我们所有工所的团队 我想整个评比的部分是我们所有的各科室 那一同要进入评比的部分 那有很多的方方面面 那其实主要我们不浪费预算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市民跟市民代表的一个支持 那更能推动我们预算的一个节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在不浪费预算的部分下 我们会全力的推展市政 那更要感谢我们的中央单位 以及花联县政府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市长魏佳燕表示 未来会继续坚持谨慎财政原则 有效运用资源 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 努力打造美好的花联市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